台中雾峰新村源流新创聚落 春节期间涌入不少人潮 不论是DIY的手作课程 现场就吸引不少民众参加 还是文创商品或创意料理 都相当受到游客青睐 许多游客来到源流新创聚落 不仅感到放松 也对这里服务给予高度肯定 外面一般卖这样的 花去百货公司卖的超贵 然后又没有很好看的土雕 然后在这边它土雕好看 然后就还比百货公司的便宜 这算是一个文创嘛 就是他这个做文创的人很用心 然后来这里真的非常放松 我觉得这边的工作人员也很亲切 他就是不厌其烦的跟你介绍 可是也不会让你觉得烦 春节的活动 几乎每天都大概会 1500个人入到园区里面 我们这边每天的话都有活动 都会有所做课程 那也可以更了解我们中部一些 像是泰雅族的支部文化 河流文化 那再来就是一些产业的 每一盒在这边都可以看得到 此外展间里 游客们还可以看见许多 原民工艺家的作品 让春节期间出游民众 不仅认识原民工艺文化之美 也让部落工艺家被更多人看见 欣赏作品的人非常的多 他对我们原住民创作 其实很有兴趣 那展间里面 所有表现原住民的文化 就让我来跟他们慢慢的说故事 这样子 这个平台非常棒 我认为 因为中部地区就缺少这些 作为一个文创工作者 没有一个展现的平台 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 不管是网路上 就是这里 以后这个人潮会越来越多 我对于他非常大的期望 去年12月才开幕的台中雾峰 原流新创聚落 坐落在光复新村文创园区内 许多原民工艺家 放弃春节休息机会 来这里注点 不仅增添园区亮点 让游客多一处体验 欣赏原民文化的好屈处 也让自己的作品 增加不少曝光机会 原市新闻Note 台中雾峰采访报导 中雾峰采访报导